振兴经济 华联市公所针对五大传统市场 在推出促销活动 只要购买的物品重量超过一台金 就可以获得一张呱呱券 里头有现金折价 也有摸彩券 市公所也募集许多大奖 在11月19号要公开抽出幸运的得奖者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经常前往传统市场购物消费 新冠肺炎疫情 让传统市场遭受严重打击 为了振兴传统市场经济 华联市公所在疫情期间 推出了蔬菜箱载配活动 帮助市场攀商来销售 而现在疫情趋缓 采买人潮变多了 华联市公所再推出 满金送呱呱乐的活动 11月5号起分别在五大传统市场举行 民众只要采购的物品超过一台金 就可以获得一张呱呱乐 整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们在5月份 其实对市场做的比较多的限制 那我也要特别谢谢我们攀商 跟所有主任委员 还有委员们 的一个大力的合作 愿意把防疫的先摆在优先 今天的市场好康 满金换好康 那你只要买一台金 就可以换一张呱呱乐 那两台金就可以换两张 一天先换两张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换产 那未来办出来的里面有一些 呱呱的有五十块一百块两百块 那可以继续在市场里面继续使用 那欢迎所有的朋友 有在买菜的 要留店就留店 阿公就阿嬷 都会来买菜 希望这一次的促销能够让更多的人重新走回市场 那也重新能够让我们市场开商能够恢复过去的活落 随便一买重量就会超过两台金 每个人称重拿呱呱乐 现场立马刮出奖项 有人得到现金折底 有人刮到摩彩券 花莲市公所也募集了很多的奖项 预计11月19号当天要公开抽奖 五大传统市场送呱呱乐的日期也不太一样 11月5号到11月19号这段期间 民众可以多前往各大传统市场来消费购物 有机会抽到现金折价 也有机会可以抽到大奖 谢谢吕慧欢迎市报道